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视频给大家讲讲药食同源舌尖上的中医药的相关内容 药食同源是指许多食物及药物 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 古代医家将中药的四气五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中 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四气五味 药食同源是说中药与食物是同时起源的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干苦 令明知所必救 当此之时一日而于七食毒 可见神农时代药与食不分 无毒者可救 有毒者当必 其中的大部分东西既有致病的作用 同样也能当食物来食用 即为药食良用 在唐朝时期的《皇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 空腹食之为食物 患者食之为药物 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想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之说 根据《周理篇官篇》记载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州时代 我国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医疗体系 医食制度中也有负责饮食营养管理的专职人员 我们称之为食医 食医就是用五胃 五谷 五药养其病 而且周代医疗体系也是以食医为先 食医的任务是 掌和王之六食 六饮 六膳 百修 百将 八真之旗 也就是调和食味 确定四食饮食 预防疾病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关于营养医学的实践 药食同源的观念是我国劳动人民 在探索食物和药物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 并且形成了中国人餐桌上最为独特的体系 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边跟随镜头观看药食同源墙 一边听我为大家介绍几种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食材 在我身后的这面墙呢 就是一个药食同源墙 在这个墙上呢 陈列着99种既可以当食物又可以当药物的物品 那么我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有我们经常在 哎呃厨房中见到的也有在花园中见到的很多啊 比如说经常见的大枣 大枣呢是经常我们用来补中意气的啊 然后呢还有沙集酸酸甜甜的啊 可以健脾消食止咳去痰等等 还有一些补义类的比如说党参黄旗可以煲汤可以煮茶 这这面呢还有很多啊这个可以用来煮粥或者是煲汤的 比如说龙眼肉啊就是桂圆肉可以补一心脾安神定制养血 还有百合可以养阴润肺啊清心安神等等啊 相信有的同学以前也见过这些食材 只是还不知道他们对人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几种中国传统饮食的制作 来看看中国人是如何把药食同源的理念 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吧 看我们在这里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食材 来做药膳 这些食材呢都有一些药用价值 而且非常美味可口 但是要注意虽然是药食同源也不是随便吃的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有啊有的时候要分季节分时间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呢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 形成了我们的五行理论 五行理论呢其实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五分法 我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范畴 比如说我们一年呢可以分为五季春夏长夏秋冬分别对应的是木火土金水 对于人体的脏腑呢也是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自然界呢有很多颜色 一样五行呢也有它所对应的颜色 比如说木对应的是绿色 火对应的是红色 土黄色 金白色 水是黑色 那么我们所有的食材呢就可以分为五种颜色 很多食材相应的颜色 也会对相应的一行的脏腑起到作用 这是五色 此外呢还有五味 木火土金水对应的五味是什么呢 分别是酸苦干心咸 也就是说酸味的属于木 所以对人体来说呢是乳干 苦味的呢对应的是火 对于人体来说呢是乳心 甜味的属于土 对于人体来说呢是乳皮 辛辣的对于五行来说是属金 那么相对于我们人体呢是肺 还有啊就是咸味 对应五行来说就是水一行 那么跟我们什么脏腑相通应呢 就是肾 我们可以根据食物的五色 还有五味来指导我们制作药膳 来对我们的身体呢进行保健 下面呢带大家做一道五色沙腊 顾名思义啊这是一道沙腊 那么又是由五种颜色的食材做成 分别对应我们的木火土金水 我们先来分解一下 首先看什么颜色对应木呢 就是绿色 这里呢我们选用了绿豆还有菠菜 绿色呢可以入干精 这个大家都知道绿色的这个菠菜 还有其他的蔬菜一样 包括芹菜 莴笋等等 还有绿豆 它都可以清热下火啊 特别其实适合夏季 这是绿色我们说了入干 然后呢对应的是木一形 再来看红色呢 我们今天呢选了红豆 也可以选择赤小豆 红色呢对应的是五行的火 然后呢可以入心筋 黄色呢有很多食材都是见脾胃的啊 因为脾胃呢五行熟土 比如说我们经常中国人喝的小米粥 就是调养脾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还有很多黄色的食物都是入脾胃 比如说南瓜比如说碧瓜等等 今天呢我们选了一个非常可口的玉米粒啊 金黄色的玉米粒呢可以见脾胃 这是土一形 再看金一形 金一形呢对应的是白色的食物 有很多啊 那么都对肺系统非常好 今天呢我们选择了百合和杏仁 这个杏仁呀它是入肺筋啊 可以降气止咳平喘 我们经常呢到了秋冬季节容易咳嗽 所以多吃一些杏仁呢对我们的肺非常好 再有就是百合 大家看这里这个百合是食用百合 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lily flower这个花啊 百合呢白色可以滋阴润肺啊 还可以清心安神啊 当然有的朋友觉得失眠多梦 烦躁的时候呢 不妨煮一碗百合粥 再有啊就是水一形 它煮的是黑色对应的我们脏腑呢就是肾 今天呢我们选了黑豆和黑芝麻 黑豆啊营养非常丰富 而且黑色呢它是有补食不易肝肾的作用 那么我们经常疲劳觉得肾气不足 容易脱发容易白发等等 都可以经常吃一些黑豆 还有啊就是黑芝麻 黑芝麻黑色呢有补肾的作用 同时黑芝麻还可以润肠通便 是老年人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此外啊我们为了调味还可以加一些核桃 大家看这个核桃的形状像什么呢 哎不难看出它跟我们的大脑非常相似啊 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相思维 叫以形补形 认为常吃核桃呢可以补脑可以增强记忆力 其实真实的原理呢是因为核桃呀 入圣经有补肾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 肾足骨生髓随聚成脑海 所以经常吃核桃补肾了 肾气足了 人的记忆力就好了就变得聪明了 好 这个五色沙腊呢 还可以选这个其他的食材哈 只要方便就可以 下面呢有我们的同学Kyle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这个五色沙腊的具体程序哈 好的 根据老师刚才所讲的五行对应的是木火土金水 对应的五色就是青翅黄白黑 我们接下来可以按照颜色的顺序给大家依次来做示范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把绿豆红豆还有我们这个这个是煮好的玉米 还有这个百合是白色的包括黑色的是黑豆 我们可以依次放进我们的这个开水里面给它煮熟 我们接下来先把这个绿豆放进水 这个豆子因为是提前泡好的所以说煮起来会比较方便 希望在大家在做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把这个豆子泡上的 然后我们再放红豆 然后还有黑豆 那一会儿这个水开了之后豆也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给它捞出来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做我们的五色沙拉了 好刚才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介绍了各个豆类 还有我们加入了百合还有以及这个菠菜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沙拉酱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的这个五色沙拉加入沙拉酱之后大家再进行搅拌 然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五色沙拉五行沙拉可以帮助您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下面呢再给大家讲解一个五色豆浆 我们中国人特别流行早晨喝豆浆 营养丰富健康方便而且有非常好的养生价值 但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功效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五行五色五味对吧 那么不同颜色的豆对应的脏腑不一样 它的保健功效也不一样 好我们分别来回忆一下啊 如果用绿豆呢大家知道绿青色是入干净 所以它可以清干明目可以降火非常好 特别适合夏季来食用 红色呢我们可以选择红豆或者赤小豆 它入心还可以养血同时呢还可以沥湿 还有黄色呢我们可以选择黄豆 黄豆豆浆呢是最流行的 那么现在医学发现黄豆豆浆呢有预防乳腺疾病的发生 而且呢里面的蛋白质非常丰富 同时根据五行理论呢黄色入皮筋 所以黄豆呢有健脾味的作用 白色呢我们经常选用白匾豆 白匾豆呢取积白色与肺相通应 其实呀白匾豆本身也有健脾立湿的作用 比如说容易腹泻呀白匾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啊就是黑豆 黑色呢是属水入肾经 黑豆豆浆呢不仅美味 而且可以补肾还可以增力气 此外啊为了调味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食料进入豆浆 比如说哎如果您想补育气血可以加入红枣 红枣大枣呢红色本身呢入心筋 它同时啊具有补气血的功效 还有啊还可以加入枸杞 枸杞子呢在中国非常流行啊 因为它入肝肾经有补肝肾的作用 此外啊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核桃仁 经常吃核桃可以补肾 所以我们可以在豆浆里面呢加入核桃仁 一个美味又健康的五行豆浆就做好了 好下面呢由我们的研究生王一超 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做 刚才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各个豆类 以及各个食物的这一个功效和性微归精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五行豆浆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豆浆机里放入适量的水 然后我们再放入各个豆 比如说我们先放绿豆 然后再放红豆 这个是白扁豆 可以入皮味精 还有我们入肾经的这个黑豆 还有这个补脑的 包括这个一心质的 可以放一些核桃进去 对核桃再多加一些 味道好 还有这个大枣 在我们放大枣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盒给去掉 好 这个可以放入一些枸杞在里面 好 我看看量怎么样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五行豆浆的原材料 就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机 然后就打我们的五行豆浆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的食材就这样已经准备完毕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给盖上 就准备开始打豆浆 好了 我们的五行豆浆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品尝了 如果喜欢甜口味的 还可以在豆浆里面加一些糖 或者是蜂蜜 然后这样呢 不仅补一脏腑 还可以润肠 好 Cheers 满满的这个谷物的味道 真的非常健康 非常美味 下面呢 再给大家教一道 叫人参福气粥 说起粥是中国人 基本上是每天都要食用的一个食品 粥的主要成分呢 还是大米 也可以用小米玉米等等这些穀物 中国自古以来呢 就认为粥啊 它有补中益气 健脾 强味 还可以增智慧的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呢 这个米啊 这些都是种子 还有这些豆类 我们认为种子呢 它有生发的作用 所以它不仅仅是营养丰富 而且从气的角度呢 它有促进我们阳气生发的作用 那么粥品呢 可以放各种材料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粥呢 叫人参福气粥 下面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成分 首先呢 可以用原参类的 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 大补元气 我这里选择的红参 如果您容易上火呢 也可以不放参类 大家看这几个食材 首先要有大米 大米呢 本身就有补中益气 健脾 强味的作用 这是主要的食材 还有呢 这是山药 山药这个食品非常好 它是入皮肺肾三斤 那么就是说 对我们的皮 对肾对肺都好 而且呢 它还不容易上火 所以啊 我们特别喜欢吃山药 这是莲子 莲子呢 有清肺 有固色 还有补肾的作用 这就是桂鱼儿 桂鱼儿也叫龙眼肉 它呢 可以补一心脾 对于我们现代人 机场熬夜 工作压力大 容易没精神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还有啊 就是大枣 大枣和桂鱼儿一样 可以补一心脾 可以补气 养血 再有呢 就是我们非常流行的枸棋 枸棋呢 补一肝肾 还可以明目 特别是我们现在啊 用电脑特别多 我们中医讲究啊 肝 开窍于目 容易用电脑多 用手机多 感觉到容易眼睛干涩 那么这时候呢 服用一些枸棋 对于我们改善眼睛干涩 意气 明目 非常好 好了 我们讲完这些食材的功效呢 就带着大家一起做这款 人参福气粥 刚才王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 各个食材的这个功效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我们的人参福气粥 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洗净的大米 还有各类药材 这个准备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依次放入锅中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米放进去 还有这个山药 还有我们的这个莲子 以及我们这个泡好的这个龙眼肉 在龙眼肉的选择当中 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干的龙眼肉 在这里呢就是如果大家要做粥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给它泡开 这样的话放在粥里面味道会更好一些 还有咱们这个去壶的这个红枣 最后呢放入我们的枸杞 好了 刚才其实老师也说到 这个我们准备的红参也是比较 这个效果是比较强的 大补元气 对如果大家经常这个上火 或者说有些人会流鼻血 其实是不建议是红参的 在这里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切片 或者是切断的这个圆参 或者是人参的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福气粥里面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火 做我们的人参福气粥了 好了我们的粥已经开始煮沸了 接下来我们调成小火就可以了 调成小火之后让粥煮30到45分钟就可以出锅食用了 好的同学们今天呢教大家用中医中的药食同源理念来做了三道饮食 分别是五色沙拉五行豆浆和人参福气粥 我们所用到的食材也都是在家做饭平时就可以接触到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相信经过今天的药食制作大家也学到了新的知识 原来中医不仅仅可以在临床治病救人 还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指导我们的生活中的饮食 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同学们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根据视频中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 来制作一道你所喜欢的药食同源的饮食 然后发照片或者视频给我们分享你们的制作成果 谢谢大家再见